但是立法院这个会期的最后一天 就跟过去一样再度上演法案大清仓 其中99年度总预算一兆七千多亿 小福删减了两百亿过关 但是备受瞩目的地方制度法 因为被民进党质疑是绑装条款 两党很难达成共识 结果就轮流霸占主席台 造成了议事延宕 法案审查进度很缓慢 国民党立委和民进党立委 全部挤在主席台上 让主持会议的立法院长王金平 也不能往左也不能往右 好不容易挨到总预算表决过关 让国民党团本会其任务达成一半 暂时松一口气 虽然总预算过关 但其实一整天法案审理并不算顺利 上午因为攸关地方制度法修法内容 民进党团立委不满 国民党和内政部有共识 现有的乡镇市代表 直接转任区咨询委员一届 并可比照村里长每月领四万五千元的研究费 乡镇市长可延任一届区长 结果就造成蓝绿轮流霸占主席台的局面 这个会期来讲 主席台被占据的这个时间 实在是快占了一半的这个时间 实在是我们立法院的一个灾难 霸占主席台这种场面 在立法院出现也不是第一次 立法院长王金平说的语重心长 不过民进党团和党主席蔡英文 对地方制度法的修法还是有所坚持 认为升格后的直辖市长人士任命权 应该受到尊重 否则有榜庄的嫌疑 由于地方制度法修法争议 让国会议事程序卡住不动 联赖也影响原定要进行政府总员额 以及不会受伸的政府组织再造司法修法 总统马英九高度关心此法案 希望在农历年前完成修法 立法院也不排除加开临时会进行审议 接下来我朋友组在深居台北报道